文史诗百态品人生滋味 欢迎来到一关古今 刘峰在被刘备收为益子的时候 还是一个年轻的少年 在武功上堪称一绝 其能力甚至和诸葛亮张飞其间 而在刘备攻取益州之时 还帮助刘备扫到了西川 树战有沟 而后来刘备还是将刘峰给处死了 我们都知道大义石荆州的故事 当时的关羽在荆州武郡镇守 而关羽出去征讨曹操 后来遇到困难 关羽就前来向刘峰求救 结果刘峰对于关羽的求救置之不理 最后关羽还被杀害 后来刘备还因为关羽被杀的原因 去责怪刘峰 毕竟关羽因为因私论情理来说 关羽还是刘峰的二叔 怎么想着刘峰也是自己收的义子 到最后也没怎么惩罚他 其实刘峰之所以不救关羽呢 是因为两个人关系本来就不好 在军事上呢 诸葛亮认为刘峰很有可能是篡夺刘备的江山 因为刘峰的性格非常勇猛 相比于刘善呢 未来他尚未不一定能够震得住刘峰 所以呢刘备就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将刘峰给赐死 本来是贤途一片光明的刘峰就这样死掉了 有人表示诸葛亮并不是为了刘善在扫除障碍 而是为了自己能够专政而杀死刘峰 不过刘峰在死后呢 刘备也有一些后悔 有刘峰在呢 蜀国的发展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有可能让诸葛亮一同江山 不过依旧是刘峰的能力最后夺走了 刘备的江山也不是没可能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刘峰的能力有多强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